今天呢,再给这颗老庄头的黄羊盆景呢,进行树皮上的一些青苔处理 因为这个青苔长时间附在这个树皮上面的话呢,会导致树皮腐烂 虽然我们平时过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们要对它的一些青苔进行一下处理 这颗米叶黄羊呢,比较精品啊,很大的一个主干 大概有个十来公分左右 而且它的这个主干呢,弯曲,苍老,一亿底 枝条的过度呢,正在慢慢的续芽当中 这个金苔呢,我们要慢慢的这样子用竹签或者其他的这种木质的这种东西慢慢的去挑 有芽签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芽签和这个芽刷去慢慢的刷洗 因为树皮苍老的黄羊呢,如果太用力的话 那它的这个树皮一掉落的话呢,就会影响整棵树上水 上水慢的话呢,它就会导致水分不足 会出现孤枯,会导致的一个状态 这个黄羊盆景呢,通过这几年的养护呢,逐渐的慢慢成型 上面的枝条,灌符,非常的饱满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背面 背面可以看到它是弯曲,还有这种扭曲的一个主干,在这里形成的 目前这么苍老级别的这个灭黄羊盆景呢,都是在这种长家或者在这种黄羊大户里面的手里面才会有收藏油的 这颗可以说的话呢,是本人比较喜爱的一颗啊,因为目前像这样子的金饼呢,是少之又少了 这么大的一个桩头,我们可以用前头放到一边去比例,你看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多么的粗大 而且它的高度呢,不超过二十公分 这就是它又粗又矮 而且呢,是可以看到一个碎叶的这种 轻蚀,让整棵树变得很苍苍 现在我们把这个黄羊放到这个地面啊,地面的话呢,用的是这个保湿棉 因为它接近地区的话呢,生长根是会比较快的 虽然呢,你的黄羊会长得很旺盛,很漂亮 它像这颗全灌复了,在养一段时间也是一颗很漂亮的金饼明夜黄羊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